嗨,你好,我是碧君。 近来和朋友们谈起了孩子的教育课题, 发现很多家长都不太了解目前的教育制度, 尤其是KSSR。 我在多媒体教育工作了好些年, 因此对我国的教育制度有多多少少的了解。 在这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PowerPoint show与大家分享 我对KSSR的了解, 以及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和发现。 在入正题之前, 看一看我国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排名。 在这个图表里面不能发现, 我们的排名是在国际水平以下的, 因此这敲起了警钟, 我们必须进行教育大改革。 怎么样的改革呢? 就是透过教育大蓝图。 在教育大蓝图里面, 我们从KPSR去KSSR。 在这里, 我列出了一些改革。 就是其中一个呢, 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去以学子为中心的教学, 扳演或者是一阶比较传统的教学, 改去了用一些多媒体, 比较现代化的方式去教学。 接下来呢, Sound System, 就是改去用Literacy, Language Art, 或者是Penmanship。 还有Whole Language的方式来学习, 死背的, 全字的, OK, 去改去用拼音, 就是Phonics来学习。 还有UPSR, 或者是PKSR, 改去用School Based Assessment, 就是校本评估。 OK, 具体来说呢, 这个Linux就是focus在BM, 或者是MAX和MAX, 还有2013年的时候呢, 就是focus在英文, 就是加强英文, 除了国语和数学之外, 我们加强英文的阅读和书写的能力。 接下来呢, 还有是校本评估, 以及BEN1-6。 OK, 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图, 如果学生进了一年级之后, 他们就会进行这个, 接受这个Linux的考试挑战, 如果及格的学生, 他们就会去, 就是一般的学习了, 就是去Aris Pradana, 就是一般的学习。 如果不能掌握一般的, 就是普通的阅读, 或者是数理的能力, 数学的能力, 就会必须经过这个Program Linus, 在这个Program Linus加强的, 加强班之后呢, 如果是掌握了之后, 他又可以回去, 经过了Aris Pradana去学习了。 如此一来呢, 在年中或者是年尾的时候呢, 就可以以这个School Based Assessment System, 来考一考学生, 就是校本评估, 考学生了。 在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中文, 国语和英文的比较。 OK, 以我本身的角度来看, 学习中文的方法是 SPEIT的方式, 没见过或忘了的字, 就不会读了, 因此我们有了这个汉语拼音的系统, 来帮助我们阅读。 学国语或者是英语, 对我来说, 比起中文, 就是简单的多了, 因为英文只有26个字母, 而国语可以用Sukugata来学习。 OK, 英语呢, 只能用拼音的这个Phonics来拼读。 问题就在这里了, 市面上呢, 就是有很多这些书籍, Sukugata和Phonics, 因为我们家长都没有学过Phonics, 或者是很多都没有学过Sukugata, 因此呢, 市面上的书籍就是, 我们也不肯定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我们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去教学。 OK, 在这里呢,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 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国语是如何学习的。 OK, 国语呢, 我们先去学Huruf Vokal, Vokal就是AEIOU, 以及Consonant, 学了这个A to Z之后呢, 我们就会学Sukugata Terbuka, 就是Ba, Be, B, B, Bo, B, 就是Consonant和Vocal, 学了这个字后呢, 我们就会学这个Sukugata Terbuka KVK, 学到的字呢, 就比如说是Kick, Jam, Bass, 掌握了这个KVK之后呢, 就去学有NG的字, 一系列如Bang Bang, Bong, Bong之类的字, 接下来就是学Diphton, Diphton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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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KVV, 就是A I O I, 两个这个Vocal加起来, 变成一个声音的I, OI, 就是叫做Diphton, 之后呢, 就学Digraf, 或者是Digraf, Digraf, Digraf呢, Digraf呢, 就是两个Consonant加起来, 可是就形成一个声音的, 比如说Niam的Nia, 或者是Shilling, SY, S, 一个声音而已, Consonant bergabung就是, 有两个Consonant加起来, 可是有两个声音, 比如说是Clinic, 你可以听清楚的, 听到C, 这两个声音Clinic, 之后呢, 就学Inbuhan, 就是包括Alvalan和Akheran, 就是Akheran就是An, 我这里没有放到, 之后呢, 就是学Ayamuda, 就是学短句, 在英语方面, 我把学习Phonics, 形容为阅读的钥匙, 在英语大约有44个声音, OK, 孩子们将从在一年级到三年级, 将学习到67个字形, 或者是Graphims, 这些就是国际音标, 这就是Graphim, 他们所学的Graphim, 在字典里面呢, 你们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些怪怪的, 这些符号, 这些呢, 就是教我们去阅读的符号, 比如说这个J, 不是读成J, 但是是读成, J, as in yellow, 这是A, Systematic Synthetic Phonics, 被多国认证为最有效的英语阅读方法, 在华语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系统化的合成拼音法, 如何系统和合成法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Systematic这边就是说, 声音和字呢, 必须根据特定的教学方式, 就是不能随意跳去其他的课程来学习, OK, 接下来呢, 就是, 把Synthetic, Synthetic就是说, 把音速混合形成单子, 就比如说是SAT, 就变成SAT, SAT, 把这三个声音混合起来变成SAT, OK, 让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Systematic和Synthetic的方法, OK, 就是, OK, 刚才我所说了, OK, 你在学第一课的时候呢, 你必须先学SATP, 你不能跳去第二课, 先学第二课, INMD才跳去第一课, 是不能的, 你必须掌握了第一课的四个声音, 已经会了, 掌握了, 才能够跳去第二课, 掌握了第一课, 第一课和第二课的时候呢, 才能够跳去第三课, 如此一来呢, 一直慢慢地学习到第十五课, 这个方法呢, 我用在我孩子的身上, 非常非常的有效, 就是, 我给他一些他没有见过的字, 没有听过的字, 他也不懂的字, 给他听写, 可是, 就是, 他就是能够在听了过后呢, 就能够写, 所以我说, 这个系统呢, 能让孩子们, 见词能拼, 听音能写, OK, 掌握了四十四个声音, 其实就是, 几乎可以掌握了很多很多的, 英语阅读的字, 很多英文的字, OK, 就是透过研究呢, 就是说, 英语呢, 有八十四巴仙的英语呢, 就是能够透过Phonics来阅读的, OK,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课是怎样的学习, OK, 第一课呢, 刚才我说的blending, 就是, at, 慢慢的, 读快一点了, 就可以变成set, 必须从左到右, 因为在第一课, 只学到这四个字母, 因此呢, 能够拼出来的字呢, 就只有这九个字, 掌握了第一课, 跳去第二课, 就是学imd, 的时候呢, 孩子们呢, 就能够读到很多很多的字了, 你看, 这里呢, 他们可以读超过五十个字, 如此类推呢, 他们就是从简单学习到难, 到第十二课的时候呢, 你看, understanding, thunderstorm, dream, puff, puff, 这些字, 孩子们都能够读, OK, 对于阅读句子方面呢, 在第四课的时候呢, 其实孩子就能够读很多很多的字, 你看, dead and greg drag a drum in on the rock, 你看, 这个the或者是er, 我italic就是说, 因为它是tricky words, tricky words呢, 在systematic synthetic phonics里面, 也是有cover到, 就是tricky words, 就是一些不能够用拼音方法来阅读的字, 比如说, 呃的声音, 呃, 就是a的声音, 就是a, 不是呃, a as in ant, apple, 不能说, 呃, OK, 刚才我说了, 84%的英文字, 能够透过英语, 这个phonics的方法来阅读, 16%呢, 就是在这里, OK, tricky words, I am a girl, 我不能说, I am a girl. OK, 还有呢, 就是lone words这个外来词, 就是restaurant, 就是法国的一个字, OK, 接下来还有word family, 就是shinj, 比如说, correct, correction, add, addition, 所以呢, shin这个字, 也是从word family不能够用phonics来阅读的, OK, 在苏格兰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透过Synthetic Phonics来学习的孩子 他的阅读和听写的能力 比起一般同龄的孩子来得高 这就是一般的Analytic Phonics的方式来阅读 这是Synthetic Phonics的方法来阅读 他们的成就都会比 不是透过Synthetic Phonics来阅读的方法来得高 接下来我所要说的就是 要成功其实不单单只是靠孩子本身 其实多方面必须付出努力 包括了教育局、校方、家长 还有大众必须一起努力 为孩子打好阅读的基础 这都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最后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谢谢